山城会客室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就先请科长来跟我们相亲 宣导一下这今年房屋税的缴纳期间 跟课税期间是从什么时候期程是如何呢 好 我们房屋税是一年征收一次 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那因为109年的5月31号是礼拜天 所以我们缴纳期间就顺延到6月1号 那今年的109年的课税期间 是从前一年的7月1号到当年的6月30号 以109年的房屋税为例呢 课税期间就是108年的7月1号到109年的6月30号 这一年的期间 在开征期间嘛 这一段期间其实税务局有提供这个便民服务给大家 是 我们针对没有办法在上班时间洽工的民众 我们房屋税开征期间 也就是4月27号到6月5号这一段期间 假日除外 那我们有实施一个中午不打烊的 一个钟头的一个服务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多利用这个 中午不打烊的这个服务 好 那再来一点就很重要的就是 听众朋友现在啊已经5月份了 收到税单之后我们乡亲们要来核对哪一些资料呢 也请科长来提醒一下大家 是 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收到税单的时候呢 可以注意看一下我们的税单 多看他几眼 那房屋税是暗户 也就是说一个门牌我们会有一张税单 那房屋税也是暗月课征 收到税单先看一下说 纳税义务人的姓名是不是对的 那身份证号码因为我们有各自的问题 所以我们邮寄的时候那个号码是 后四码会以信号来代替 不是我们印错了 是为了要保护各自 那再来一个就是 课税房屋的一个坐落门牌 是不是对呢 那再来一个是看一下使用情形这一栏 注意看一下那个使用情形 这个有金额的那一边 是放在住家用呢 还是营业用或者是非住家 非营业用的这些栏位 这些栏位是不是跟你们目前的 房屋的使用情形是相符合 如果说您的房子目前是 空置那我们课营业用的时候 你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这个使用情形变更 那如果说您的看说这个房子 目前是您自己做 自己住家使用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课 这个金额是放在非自住的这一栏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申请改成自住 因为这个税率差很多 那自住住家用是1.2% 非自住住家用是1.5% 那还有一个是非住家 非营业用的税率是2% 营业用的呢 或者是私人医院诊所 这些都是3% 所以我们房屋税是 以房屋的实际的使用情形来核克 那也是按月课征的情形 所以你早申请就早结税 是这样子 所以依照实际的使用情形 是不同的税率 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是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从108年起 这个房屋税的缴款书 有一些税额异动的原因 严谨科展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对 我们从去年开始 也就是108年的房屋税加款书 大家会发现到说 怎么金额旁边多了一个箭头 那如果说箭头往上往下 这个都 往上就是增加的意思 往下就是表示比去年 也就是说109年 跟108年来做比较 是少了 那箭头旁边还有一个 阿拉伯数字1234567都有 那每一个数字代表各种不同的一个 就是说它减少 比如说它的箭头是向下 然后后面带的一个1 通常是会是这样 那向下就是说比109年 比108年要少 那1代表说就是房屋的折旧 导致它今年的房屋税有下降一点 这样子的意思 那如果说要详细知道 说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 可以参考我们交款书背面的一个 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反正如果说有不符合 或者是变动的话 就可以直接向税务局 房屋税科这边来洽询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交款书右下角的地方 都有承办人员的联络电话 都可以跟我们打这个电话来询问 是 好那再来就是要请教科长 今年其实我们都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各行各业都有受到影响了 那房屋税这边在减免的部分 有没有提供一些纾困的因应措施 给我们大家呢 对 在今年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财政部也有释出一些 有关于房屋税 一些纾困的一个因应措施 分个人跟营业人 如果说个人你的 最近收到税单的时候 发现说 我居家隔离 我怎么去缴税 对对对 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 是 我居家隔离 我没有办法缴税 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 你收到税单 可以跟我们 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 这个我 已经 居家隔离 我没有办法去缴税 那我们就会 帮您延到6月30号 对那如果说是营业人 他的主办会计 或者是他的负责人 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疫情 对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居家隔离 或怎么样子的情况 那也可以跟我们申请说 这个我延到6月30号 那再来一个 就是更严重的情况 就是说个人已经没有收入了 我的收入 我可能是说 最近放无薪假很多 或者失业 对啊 或者是失业 或者是放无薪假 这类情形 我的收入 最近都减少很多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说有相关的证明文件 也可以跟我们申请 分期或者是延期缴纳 那这个延期跟分期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 你如果要办延期的话 我们最长可以延一年 那如果分期的话 可以最长延延三年 可是这些都要提供 相关的证明文件 如果说你的营业人 你的收入是减少 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 你的营业收入是减少15%以上的 这些都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明文件 来跟我们提出申请延期 或者是办分期缴纳 我再一次提醒 是延期分期不是减免 所以还是要缴 不管你延期延到什么时候 或者是分期分多少期 到最后还是要缴 就是其实给大家一个方便 就是一个缓冲而已 对 缓冲期 那其实也还有分那个营业的部分 那这个是不是会去通知一些 像观光旅宿业或者是餐饮业 只要没有受到影响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疫情影响了 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餐饮业或者是那个旅宿业 那如果说旅宿业 你因为受这个疫情影响很大的时候 那有可能是说 你部分的楼层是没有 已经没有在营业了 那可以跟我们申请说 这个几个楼层 我已经没有在用了 那跟我们申请 变更 把原来是刻营业用的税率的这个楼层 我们把它改成2% 调成2% 也就是非住家非营业用的税率 是 变相的减免 可以这么说 多多少少也要减一些 是这样子 好那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 准时缴纳房屋税 那就请科长再来提醒一下 我们的乡亲朋友 现在缴税管道非常的多元又便民 我们来跟乡亲介绍一下 哪几种管道呢 好我们现在缴税的管道 非常非常的方便 除了以往的传统的现金缴纳以外 我们多了很多的转账缴纳的方式 那在现金缴纳的部分 最原始的 也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你可以拿这个缴款书到 代收税款的银行 还有农会信用部这些 那我要提醒是说 邮局跟渣打 目前在苗栗县来讲 邮局跟渣打银行是不代收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对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你也可以到便利商店去 只要你的税额在两万块以下 你都可以到四大超商 去用现金缴纳 那再来一个就是 转账缴纳的部分呢 你可以利用那个自动贵员机 也就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到ATM的 只要上面贴有跨行 或者是那个提款 加转账缴税的 这些标志的这个自动提款机 你都可以用转账缴纳的方式 再来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自然人品证 或者是键跑卡 来做一个登录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从4月26号到6月3号 这一段期间呢 我们都可以利用自然人品证 跟健保卡 做一个线上查缴税的一个动作 其实蛮方便 所以其实很方便 你即便是在家里面隔离 你都可以缴税 那再来一个就是 你可以用晶片金融卡 信用卡或者是 活期储蓄存款这些转账户 透过语音电话或者是网络 使用APP这些行动装置 扫描我们交款书上面 有一个QR Code 对 你只要扫进去 就直接连到我们的 缴税网站上面去 然后你就可以 直接利用这些信用卡 或者是什么转账户 来做一个转账的动作 那再来一个就是约定转账 那这个约定转账的部分 是一定是 要我们开征前两个月 就已经办妥 才能够做约定转账 刚刚讲的一些信用卡 或什么样子 这些这么多的奖纳管道 其实都是免手续费的 请民众朋友多多利用 重要 而且现在其实鼓励大家 多利用线上查缴税 避免群聚感染的方式 你就可以不要出门了 你只要手指动一动就可以 对啊 重点就是大家 要准时缴纳税款之外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恰讯税务局这边 像官网上面都有相关内容 对 我们税单上面 也都有联络的电话 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都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讯息 如果再怎么不懂的话 可以打电话来 直接打电话最快 对 直接打电话比较快 是 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 苗栗县政府税务局 房屋税科的科长张秀荣 来跟我们宣导房屋税的一些 相关注意事项 谢谢张科长 谢谢您 山城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